台灣婦女展業協會在新北市淡水區 為了幫助孩子在寒假有不一樣的體驗 特別開辦小介子戲劇營 邀請到七七歌仔戲劇團 來教導孩童演出排練 日前特別進行一場成果展 也是為線上正式的演出 讓這些孩子能夠在寒假期間 有一個特別的演出 學習台灣傳統戲劇的體驗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在新北市淡水區 為了幫助孩子在寒假有不一樣的體驗 特別開辦小介子戲劇營 邀請到了七七歌仔戲劇團 來教導孩童演出排練 而協會表示 在經過短短三天的練習 日前特別進行的一場成果展 也視為線上正式演出 讓這些孩子能夠在寒假期間 有一個特別的演出 學習台灣傳統戲劇的體驗 把所有的事情做到位 就是化妝 服裝 音響 還有舞台的設計 都是在那個水準之上這樣子 小朋友看到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非常的高興 而且他們整天愣死不疲 試著一下試著系裝 一下化妝 一下連上貼著耳麥 那對小朋友來講都是非常新鮮的 協會表示 經過短短三天的集訓 這些孩子從一開始不會說台語 甚至是會抗拒說台語的情況下 慢慢經過老師的引導 讓他們可以越來越進入戲劇的演出 而這一場歌仔戲 演出四兄弟的段落 每個孩子都將戲劇裡的角色 打扮得相當到位 服裝 化妝 都媲美專業歌仔戲的演出 那也因為這樣子這些天的一個經驗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到說 其實台灣現在很多小孩 對這個台灣文化應該漸漸疏離 那藉由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那我們希望能夠喚起孩子們或是家長們 開始能夠重視 我們台灣傳統的文化 或是傳統的戲劇 那希望更多人能夠來投入 那在這裡我也呼籲 我們這個歌仔戲的 就台灣傳統戲劇的演出 不只於是歡迎小朋友來學 我們也歡迎家長或是社區民眾 可以一起來每個禮拜六上午 我們會在淡水教會 我們都有這樣一個戲劇的練習 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過去在地方上 時常扮演著照顧弱勢家庭的角色 尤其面對兒童 更是會尋求社會資源來幫助他們 而這一次透過台灣傳統戲劇的演出 讓孩子對於台灣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 對於學習台語引發他們的興趣 從抗拒到樂此不疲 在演出設備環境都在水準之上的情況下 更讓孩子認真的演出 也希望大家可以給這一群 認真體驗的孩童更多的鼓勵 記者許端英 單純賽訪報導